今日许优就把头放在这 有本事你就把他拿去 来砍啊 你若不敢砍我的头 倒不如任我做负 正好你也姓许 怎么了 诸公 元潭这个匹夫 张口就是一千丹粮草 但真是气傻我也 丁丞相 属下一位 若是元潭能和元上狗咬狗 丞相给他提供粮草 倒也不是不可以 奉孝所言我岂能不知 我所担心的吗 若是元潭拿了粮草 不去征讨元上 那又当如何 司聪 你怎么看 哦 我同意奉孝先生的看法 不过保险起见 我觉得可以先只给元潭 提供三个月的粮草 若是元潭出尔反尔 咱们也可有及时止损 嗯 好 就按你说的办 子兄 立刻吩咐下去 命董昭即刻备其粮草 给元潭送去 孩儿领命 半月之后 董昭带着粮草如期抵达黎阳 元潭健壮 当即便率领三万大军 直奔夜城 凭借着文潮 蒋旗的奋力厮杀 双方一时间陷入僵局 可就在此时 语言是联姻的乌桓人 突然加入战场 凭借着乌桓铁旗的强悍 一时间元潭 文潮等人根本无法抵挡 被杀得溃不成军 哈哈哈哈 一纸诏书 就能让元潮的两个儿子 自相残杀 此从果然是神机妙色 呵呵 丞相过誉了 只是属下也没想到 这仗打的动静这么大 连北边的乌桓人也出动了 嗯 乌桓人常年盘踞于大汉以北 后见元潮势大 于是便投靠了元潮 在元潮死后嘛 乌桓人的首领踏顿铲鱼 便选择了效忠元潮 不 原来是这样 可是丞相眼下当务之急 咱们可不能让元潭败了 哈哈 司聪先生说得不错 若是元潭彻底战败 那元潮就能一统祭州 将来丞相想要拿下北方 多少有些麻烦 嗯 凤孝所言不无道理 那依凤孝看 咱们眼下该当如何 并丞相 据孝师府的探子汇报 元潭战败之后一路溃败 撤回到了平原郡 依我看 咱们得帮一帮元潭 给元上施加一点压力 嗯 好 就依凤孝所言 子兄 即刻下令 命徐霍 礼典 跃进三人 率领大军 强度黄河 孩儿领命 在曹操与国家商议北方战局之时 瞎人从始至终都有些心不在焉 只是拿着孝师府的信函反复观看 瞎先生 情况如何了 嗯 什么情况 你刚才不是去跟丞相商议军事去了吗 怎么样 有没有说要出兵打仗 我他妈 这个肝宁 果然是战争狂人 一天不打仗 就浑身难受 不 丞相的确是要出兵北上 可是嘛 这次没咱们的事 是徐晃 礼典 乐进 三位将军 负责领兵北上 什么 为什么没咱们的事 瞎先生 这我就要说你了 这等大好的机会 你怎么不敢与丞相吵一架呢 呵呵 你急什么 我告诉你 旧元坛 元上这些废物 我亚登就不放在眼里 真要打仗的话 咱们就要打那些难肯的 嗯 听大哥这话的意思 似乎咱们有别的应战要的 哦 先生快说说 此番咱们去打谁 神威天将军 马超 够不够硬 够硬 够硬 哈哈哈哈 此刻马超远在关中 但却早已名扬天下 他武艺高强 长相俊美 打得枪胡称其为神威天将军 更是有西凉锦马超的美名 能跟这样的猛将交手 当真是求之不得啊 来来来 今日我请客 咱们一块出去吃酒 好家伙 刚才还滋着牙 要咬人 这会又摇上尾巴了 真是熟狗脸的 说翻就翻 子龙 去叫点梅和仲康 大哥 这么做真的好吗 咦 他妈的 点梅 仲康 你们怎么来了 嗨 今日我有二弟兄姆 正好来看看大哥 行吧 兄弟怎么了 莫非是不欢迎我们 哪里哪里 今日我请客 两位兄弟敞开的吃 哦 此言当真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小二 点单 大哥 你刚才说 咱们要去和马超干战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哦 今日 我去见丞相时 从国家纳得知 袁尚为了自保 不仅联络了匈奴人 更是派使者去了关中 按照孝师府 探明的情况 马腾 马超父子 已经答应袁尚 将来若是丞相北上 进攻济州 他们便会兵出关中 予以支援 惊发 你说你是愿意跟袁潭 袁尚交战呢 还是愿意跟马超交手 嗯 那自然是马超了 袁潭 袁尚不过是两个废物 赢了他们 也没什么得意的 呵呵 那不就对了 来来来 咱们喝酒 哼 家人这个小人 嗯 他家人不过是一个 吃软饭的家伙罢了 论起才能 我绝不在他旗下 原来是许优和司马懿 这两个人 怎么混到一块去的 大哥 我出去会会这混账 我与阿蛮关系交好 他也知我才华 就是因为 虾仁这家伙挑玻璃剑 才导致我 未能登上高位 自愿先生 你喝多了 慎言 要是让虾仁知道 只怕日后会加害于你 哼 他敢 不过一个吃软饭的家伙 敢动我一根手指头 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嘿 你在给我叫什么 辱是何人啊 自愿先生 这是丞相身边的许楚将军 啊 原来是你 瞎人那个小白脸的 结拜兄弟许楚吗 你给我听好了 你要再敢胡言问语 羞辱我大哥 信不信我一刀砍了你的脑袋 许楚手上不知 沾染了多少人命 这一范围写下来 散发出来的凌然杀意 瞬间让许优清醒了大半 但在这么多人面前 许优又怎会服软 皮肤 我与你家丞相子又变交好 你不过一介护卫将军 安敢如此嚣张 今日许优就把头放在这 有本事你就把他拿去 来砍啊 你若不敢砍我的头 倒不如认我做父 正好你也姓许 狗东西 你也配姓许 许优此人素有才气 又与曹操交好 更是朝廷命官 今日许楚大众把他杀了 侠人定然脱不了干系 这不是仲达公子吗 你怎么也在这里 莫非跟许优是一伙的 还请五官中郎将明鉴 无等只是跟许优同桌饮酒吧 其他再无任何瓜葛 如此甚好 司马仲达 你且过来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你小子眼光不错 那个姑娘 很润 无关中郎将喜欢就好 是谁杀的人 回禀许都令 是沐江 你是 你是许楚将军 不 许都令 是我指使许将军动的手 你要抓的话 把我一并抓走吧 夏 夏人先生 卧槽 死的是颇有名气的许优 杀人的是许楚将军 指使者又是丞相的女婿虾人 我特梦 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影 既然如此 还请虾人先生和许楚将军 与我走一趟吧 呵呵 这个好说 中康 咱们走 见虾人如此配合 满宠顿时松了口气 县衙的公堂之上 许优的家人知道消息后 也是纷纷赶了过来 我父辈无故杀害 还望许都令严惩凶手啊 再等等 哼 证据确凿 许都令还在等什么 难道许都令要包庇他们二人 到底怎么回事 嗯 哦 丙丞相 事情经过是这样 许优今日喝得鸣鼎大嘴 突然在酒馆中大肆辱骂五官中狼将 恰巧五官中狼将一行人也在酒馆饮酒 许楚将军听到动静后便出来制止许优 没想到许优不但没有停止 而越发挑衅五官中狼将跟许楚将军 五官中狼将也是喝了点酒 受不了这般挑衅 就指使许楚将军砍了许优的脑袋 啊 啊 啊 丞相 又屡次敬献两谋 并且还是我的至交好友 无论如何 你也不该杀他 我您 按照我大汉律 当如何处置瞎人 啊 回禀丞相 一律当斩 嗯 好啊 来人 把瞎人给我拖下去砍了 丞相且慢 嗯 丞相 一人做事一人当 人是我四哥傻的 与我大弟无关 让我四哥陪他一颗人头便是 嗯 点微说得不错 来人 把许楚给我拖下去砍了 嗯 丞相息怒 丞相 许优虽然死于许将军之手 但说到底是他挑衅在先 许楚将军为大汉立下汉马功劳 罪不至死啊 丞相 文若所言极是 丞相 许楚将军只是酒后一时冲动 还请丞相从轻发落 放屁 哦 我四弟没有喝酒 他早就想砍了许优 啊 What's the day 反了 反了反了 反了反了反了 再来 跟着我oted 我再做这个生计时 我再选一种 解釉了 如果我来也不知道 我拉着你 交通 你坐下了 我再要 做这个生计时